湖南十大经济强线 长沙县 长沙市辖县 其处于长珠坛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地带 是全国18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 2020年全国限于经济综合竞争力100强中 长沙县排名第10 刘阳市 长沙市代管的县级市 虎为无储咽喉 市省会长沙副中心和乡干边区域性中心城市 2020年全国限于经济综合竞争力100强中 刘阳排名第13 宁湘市 长沙市代管的县级市 该市是湖南湘江新区的重要组团 有长珠坛 城际铁路 时长铁路过境 于高速公路 国道 机场 行程 宁湘的立体交通网 李林市 逐州市代管的县级市 境内浙干副县横贯东西 理查县 连通南北 市区距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仅90千米 2019年GDP高达716.4亿元 邵东县 邵阳市代管的县级市 该市入选2019年全国制造业百强县 和2020年征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区名单 湘坦县 湘坦市侠县 该县有乡中明珠之美誉 是中国乡连之乡 无乡文化的发祥地 是湖南融入泛珠三角的前沿阵地 资新市 陈州市代管的县级市 该市是称商的发源地之一 境内风景名声 主要有东江湖 寿佛寺 回龙山等 是2020全国县域旅游发展前离百家县 湘湘市 湘坦市辖级市 境内红色旅游资源丰富 著名景点有云门寺 湖南水浮旅游区 东山学院 文庙 福湖景 主公祠等 冷水江市 楼底市代管的县级市 该市交通便利 资水可常年通行 也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工业城市 境内的西矿山因富含梯矿而有世界提督之称 贵阳县 陈州市下县 该县素有楚南明区 汉出古郡之称 境内著名景点有阳山古明区 冲林江风景区 龙潭书院固执等 朋友们 你们更看望哪座城市的发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